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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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天空在闪烁 有一束光微弱相躲 在云朵 看着你看着我 感受整片晴空 都有浪漫的节奏 把所有烦恼晴空 让心漂流 幸福好像在绽放 那道光线 不经意间出现 你在我身旁 乌云会探望 我个肆意的晴朗 Oh yeah 在下一分钟 感觉在汹涌 让感动一定 So easy So easy 最温柔的风 发现梦行踪 完美的行动 So crazy So crazy Yeah Oh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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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h 再下一分钟 身体会失重 让感动一定 So easy So easy So easy 最温柔的风 吹进梦裂缝 完美的行动 So crazy So crazy 幸福好像在绽放 那道光线 不经意间出现 你在我身旁 乌云会逃亡 我个肆意的晴朗 Oh yeah 不知道东方欲会不会来啊 不清楚 那要看东方喜不喜欢交响乐 这个乐团啊 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很出名 听众无数 他们其中一半 是维也纳乐团的演奏者 另一半是 欧洲各个音乐学院的高材生 能暴露从巴赫时代 到现在的所有领域 好厉害啊 西文哥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东欣姐 别 东欣 东欣 这是怎么了 演出马上开始了 我不想看了星星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不这样 那要怎样 东欣 别希望你没必要这样 东欣 你离开的这段时间 我想了很多我们的过去 现在还有未来 曾经我享受着你的温柔而不自知 每天有什么都不是 我仍然是 我仍然是 你微笑 把我们的关系一步一步推向分手的边缘 但你这次回来 我想是命运给了我一个挽回你的机会 不管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 我都不想放开你了 I just can't deny still loving you How can't you hold my hand kiss me again You're everything I'm so brave 我也知道你一直以来的顾虑 你愿意接受理解你的顾虑 可别细问我有我的想法 我的顾虑 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正因为你是那个人 所以我不愿意将就 哪怕一丝一毫 What do you do I'm soon in here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I should forget Don't wanna say goodbye The youth have changed No matter how I fight I just can't deny still loving you I just can't deny still loving you How can't you hold my hand kiss me again You're everything I'm left so brave Can't you give me another chance I'll be there waiting for you I'll be there waiting for you I'll be there waiting for you 快点 快点 帮助被他抓到 快点 走开不开 你这不可以不进了 右边 右边走不行了 右边走不行了 你这不可以啊 小青 行 快点 小青 姐姐你让着我们了 你来了 你怎么办啊 干嘛 你现在还这么玩 我有事情跟湛老说 过来 抓我们 抓我们 你们先玩 抓我们 抓我们 快点 快点 抓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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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非要我带东方玉 这个大灯泡来啊 我有事要和你商量 不过商量之前 你得跟我说实话 怎么了 因为会发生的事 新闻歌跟你讲了吧 我想知道 东欣姐和新闻歌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那你用温柔点的方式 你去求我 我就告诉你 好好说 抓到了 下来 你们快跑 应该是很多次争吵堆积起来的 酒会女伴 工作 应酬 出差 最激烈的那次 好像是在九月 我哥和合作伙伴的女儿见面 正好 被东欣姐撞个照面 东欣姐 是个很骄傲的人 大概因为对方是我哥 所以他才一忍再忍 那次 是东欣姐第一次找到毕家了 和我哥大吵一架 然后 还撕碎了他们曾经的话 我哥是因为总有一天 要接手毕市集团 所以才被我爷爷严格管理的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对你这样 可是新闻歌已经改了很多啊 对啊 可我哥就是这样的人 会默默做很多 但是 从来不说 所以 别人也不知道 可是这样对他 对东欣姐都不公平啊 你说我们要不要做点什么 帮帮他们 好 既然大家统一了战线 那作战计划一定要安排好 这次音乐节晚会 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这次音乐晚会的节目单 完全是由各专业组计后 上报到学生会的 所以东方 你作为组织部的部长 第一步 就交给你了 来 东欣学姐 来看一下 谢谢 来看一下 谢谢 看一下 看一下 谢谢 叶子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我上报的更新曲 被换成的 《真正的日子》 《真正的日子》 东欣学姐 这不是你最擅长的曲目吗 能在这儿听到 真是我们的荣幸 我是不会当众弹奏这首的 这是学生会的安排 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学生会通知说 更换曲目的截止时间 是在今天下午五点前 五点 谢谢 我明白了 东欣姐 东方玉 你们学生会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上报的曲目被换了 学姐 经过学生会讨论呢 我们会觉得这首曲子更有演出价值 所以我们更换了曲目 为什么更换节目单 不经过演出者同意 要不这样吧学姐 我做个决定 这会儿带你去新房 我代表学生会呢 亲自听一下这首曲子 然后再做决定 这件事没得商量 如果你不把曲目改回来 那这次音乐晚会 我宁愿不参加 你看 除了你自己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你和东欣姐 对彼此的感情很深 你为什么就不愿意 再多做一些努力呢 小狼 这就是你说的紧急大事吗 小时候有个故事叫狼来了 你还记得吗 西雍哥 这是我们大家的主意 嗯 我只是尊重她的选择 不想因为外力强迫她 可是西雍哥 你现在就是在毕东欣姐 做她最不愿意做的事情 那就是离开你 东欣姐 东欣姐 你知道我所有的曲目都是有市场的 我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组织部部长 犯了错误 会被会长还有书记批评 被批评就要当主责罚 我以后就不活了 东方你别演啊行吗 我 整个大英学院谁能治得了你 要么把节目单换回来 要么我取消演出 你自己选 这个东方 关键的时候就掉链子 东方肯定也不想这样子的呀 东欣学姐那么聪明那么骄傲 她肯定很难被说服的 东欣决定的事情很难改变她 要不再试一次 战老 你给东方育发信息 让她尽量拖住东欣姐 我和徐瑶现在就过去 好 走 我真的要加强锻炼了 别喘了 东欣姐一会儿就出来了 快调整一下 东欣姐 好巧 我们正要去找你呢 是啊 没想到半路遇到了 你们找我什么事 那天的音乐会 我应该跟你道歉 我不知道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让你不开心了 我知道 不怪你 都过去了 嗯 那天的音乐会 嗯 嗯 那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哎 东欣姐 我们这次的音乐晚会 需要一些串场音乐 我可不可以去现场 录制一些你的钢琴演奏片段啊 嗯 好 学姐 你现在有时间去琴房吗 我也特别想尽聚力替你弹琴 嗯 走 嗯 准备一下 我们抄琴房来了 哥 如果你现在放弃 就是在强迫东欣姐离开你 有些事情 不是一次两次就能争取到的 啊 怎么样 你们费尽心思约我来琴房 我大概能猜得到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 你们的心意 我真的很感激 加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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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欣 东欣 我上次在音乐会说的话 并非一时兴起 以后 我不会再把你排在后面 我会尽量尊重你 考虑你的感受 西文 你说过我们要一起长大 就要一起成熟 原本我以为 是你成熟得太快 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现在看来是我错了 我想你现在剩下的 只是对过去的信心相惜 还有对曾经的留恋 我们的感情 给予和需求已经不对等了 我不想再委屈自己 和好争承 和好再争承 重蹈覆辙 重蹈覆辙 我爱你 可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梦里的 我梦里的 不想让你哭 在你的世界 我退出 不让泪满也帮住 我梦里的 我梦里的 昨天笑脸 已不再 徐瑶 你是学生会的吧 嗯 麻烦你回去跟他们说一下 这次的音乐会 把我的节目取消了吧 怎么会这样啊 我梦里的 哥 你为什么不去争取呢 我尊重东西 她已经放弃这段感情了 东西姐明明只是失望 甚至不是绝望 如果你再不去争取 你真的可能失去她 这几次胡闹已经够了 我不想再继续了 怎么能是胡闹呢 好 据我所知 这次的音乐晚会是 小青和曾经上过头条的 艺人阿絮一级 他人死业 你就不担心吗 你自己的感情 没问题了吗 你就来帮我的吗 我相信小青 也相信我们的感情 你不要把自己的懦弱 和逃避附加到我身上 音乐晚会是吧 到时候我就让你看看 男人应该怎么对待 自己心爱的女人 碧锡文 你会后悔的 一个司仪怎么就非他不可了呢 去 我有事找你 我也有事找你 正好 我的目的也是约你见一面 七点 居久无不见不散 还有十八分钟才到七点 你要不先吃点什么 老板 梅子茶泡饭一份 好嘞 烤蘑菇 把你这个蘑菇烤了吗 妞妞都跟你说了 当然 这是什么 音乐会开始之前 我会嗓子疼 推荐你做司仪 也不知道你能不能 撑得起这衣服 你看看我这脸 再看看我这身材 我要是出道 你该担心你的粉丝 会不会墙头倒 对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首先 我必须要承认 我确实有些喜欢妞妞 你看看你 这性子极的 也不知道妞妞看上你 哪点了 但是 我也知道 妞妞的心里只有你 作为很早就认识 她的好朋友 我也希望她能够开心 而且 这次乔适的事情 是我的错 这回 就当是对她的补偿吧 机会我可是让给你了 你最好不要让她 掉一滴眼泪 不然的话 我高兴聘请她 当我一辈子的助理 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不 不对 什么叫机会 可是你让给我的 你要明白 是我作为小婷的男朋友 大度地让你们一起工作罢了 不过 你知道她心里只有我就好了 梅子发来喽 谢谢老板 不客气不客气 来来来来 好嘞 好 谢谢老板 慢用啊 这家的梅子茶泡饭可熬吃了 要是妞妞在的话 她肯定不会让我吃完一整晚 喂 我说你有没有在认真听我说话 我在听啊 你不是说你有事找我吗 什么事 哦 我 我忘了 你 你慢慢吃啊 四姨的主持人 我微信发给你啊 老板 加一份梅子 哎 马上到 对了 以后别叫小婷妞妞 这个称呼只能我叫 好 小婷 一会儿音乐会 你就穿这个 一件礼服而已 你怎么这么执着 而且 姐 我那天不是说了吗 不必要的消费 不可以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保证啊 这是必要消费 而且 你就穿这个嘛 我想看你穿这个 可是我要跟阿淳 没有 可是 哎呀 一切顺利 去吧 加油 西文哥 郑老师他马上到了 小朗 你早就到了 哥 我特意跑出来 就是为了提醒你 我一定会说到做到的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那天我在书房跟你说的 都是对的 既然我能证明自己的感情 你为什么不能勇敢 面对自己的感情呢 好了 该说都说完了 一会儿音乐会结束再见 西文哥 也许战狼说得对 勇气呢 是自己给自己的 机会 稍纵及时 或许别人可以帮你 但你自己 绝对没有理由错过 对吧 对吧 走吧 不知道阿絮到哪儿了 斯蒂芬也不接电话 你穿这身裙子真好看 你穿的是阿絮的衣服 今晚的男司仪是我 你的男朋友 还有三分钟音乐晚会就要开始了 我给你一个机会解释一下 是我的话不是更方便你待会儿的计划吗 主持词我都顺熟了 你放心 音乐会即将开始 请各位观众朋友们尽快入座 并将手机调至静音或震动模式 谢谢各位的支持 没想到战狼会为了小青换掉阿絮 我听说是阿絮生病了 你最近好像也不打网球了 你可以发展一点别的爱好啊 充实一下自己 我本来就不怎么喜欢打网球 之前呢是因为战狼喜欢打网球吧 哥哥现在就希望你好好的 哥 你最近哀声叹气的次数变多了 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没事 东新姐 你今天穿得真漂亮 谢谢 西文哥 我刚跟你说的你还记得吧 真诚的道歉并不难 你为什么非要用其他的理由来逃避呢 今晚可能是孤注一日 别再错过了 尊敬的各位老师们 亲爱的同学们 亲爱的同学们 欢迎各位来到 持续时光音乐网会现场 欢迎各位来到 持续时光 持续时光音乐网会现场 是猜中听众的心思 是言所不能言 是对人类感情的致敬和赞美 是对时光流逝的珍视和怀念 是此情可待对当时枉然的遗憾 是两情长久对朝朝暮暮的稀计 下面让我们有请毕西文学长和东东学姐 为我们带来的钢琴合奏 这一举希望每一个眼前人 都能被珍惜 敷衍是所有态度里面最差劲的一种 这只钢琴曲 既是一声迟大的对不起 更是心如磐石的承诺 这不应该是四首闻谈吗 怎么只有一个人 就是啊 东西姐 现在决定权在你手里 从座位走到舞台上 只需要几十秒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我们都支持你 东西姐怎么还没上场 是不是真的对我哥失望了 他在哪儿啊 就在舞台右侧的安全通道第一排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放下 快 加一道追光 给东西学姐 成功 不 走 对对对 你还知道疼 现在知道哪错了 还不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欣 东欣 为什么要弹那首曲子 对不起 我和你之间 不存在谁对不起谁 刚刚我配合你 只是为了不让音乐会出现纰漏 这么多年是我错了 一直用毕家的责任做挡箭牌 不敢把心思放在阳光下 但你离开的这段时间 我发现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我不只是毕家的长孙 我更是我自己 我要对我自己负责 对我爱的人负责 类似的话 你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东欣 东欣 你听我说 如果我说今晚音乐会结束之后 我想带你以我女朋友的身份 去见二叔和二神 你欠我一个 如果我说 我想清楚了所有 想清楚了你想要的和我能给的 我想给你以后所有独一无二的温柔和爱意 如果我还说 我想暂时放下笔家 遵循内心 去寻找曾经失落的乌托邦 我奏好了和你一起去文也纳的准备 没有你会怎么去等待 我欠你一个约定 给我一个和你重新开始的机会吗 我欠你一个约定 我 就算开始没有过约定 今生还要等候 我还你深情拥抱 还能再要 就算你还我的人生 没有你会怎么去等待 东欣姐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你们在台上演奏的曲子是哪一首啊 我们真的觉得很动听 其实你见过那本乐谱 童话书里的乐谱 秘密 你 二叔 二婶 今天我要跟你们正式介绍一下 东欣是我女朋友 我们在一起四年了 叔叔 阿姨好 你这孩子可真是的 你怎么一声不吭地 就把人家姑娘带家里来了呢 我跟你二叔什么都没准备 这像什么话 你这儿 恒泽 赶紧 把你的报纸收起来 来 东欣 来 坐 我就知道我妈在织围巾 都跟你说了今晚 不要把东欣姐带回来 你还不听 我也不知道 二叔今天会成立报纸啊 这下好了 不知道东欣姐会怎么想 东欣越来越漂亮了 谢谢阿姨 恒泽呀 我们家这俩孩子 这可是头一回 主动带女朋友回家来的 姐 你说西文哥跟东欣姐 这次应该不会再分开了吧 希望如此吧 你说西文哥那么优秀的人 也还有那么多顾虑呢 顾虑嘛 谁都会有的 重点是能不能面对 对 如果不是因为顾虑 而是知道希望渺茫呢 希望渺茫也是有希望啊 即便只有一丝希望 也要去争取 这样啊等你后来回头想一想 才不会后悔 对吧 去维也纳参加比赛 比赛成功之后 还可以参加维也纳音乐会是吗 这是好事啊 小婉 二叔明白你的意思吗 你是想跟东欣一起去维也纳参加比赛是吧 是这样的 二叔 比赛加音乐会一共七周 是这样的 哥的意思呢 是他想跟着学习的艺术团一起 和东欣姐去维也纳度假 毕竟音乐晚会上 哥和东欣姐的合奏是那么的完美 艺术团对于哥要去参加比赛这件事呢 是求之不得呢 这是好事 我没意见 我也没意见 公司里闺女负责的事情 交给我来处理 二叔您放心 我走之前会把工作都安排好 不会耽误项目进度的 爸 你放心 这不还有我吗 你呀 不给我添乱 我就写天写地了 那我先走了啊 你去找贺小琴啊 嗯 拜拜 那我不当顶得泡了 东方 嗯 叶子 东方玉 我写这封信 不是要你答应我什么 而是告诉你我的心意 谢谢你能让我喜欢 你的心意我收到了 也谢谢你的喜欢 走吧 也就是说 西文哥和东欣姐要一起出国了 对啊 我哥还说 等他回国要给咱们这些 优秀的神助攻 带一大堆礼物 对了 嗯 他昨天还给了我两张 电影节的展银票 哎呀 回国之后的事情 回国之后再说嘛 走吧 上班要迟到了 今晚的电影票 不去看电影了吗 赞了 你好好想一想 为了东欣姐和西文哥的事 我请了几次假了 我这个月要是干不满八十个小时的话 我就要被开除了 可是 这两张票是我帮我哥干了好多活 他才给我的 嗯 有没有什么想法 啊 我可以卖给东方 嗯 这样的话他不去也得去了 嗯 走吧 你 林林 这么多年在湛浪身边的都是你 你真的甘心拱手让给何晓晴吗 那我们呢 如果我道歉的话 这位同学 我不喜欢被别人拉拉扯扯的 说吧 这场电影的电影票很难得的 这要原价卖给你 吃亏的是我好吗 你还有四个小时找同伴 我 哎 别看我 这场电影 我肯定是要带晓晴去看的 不过不是今天 你不会一个人都找不着吧 哎 给你个建议 要不然你拿着这两张票 去电影院门口卖了 好了 不过你了 走了 这人不是来了吗 要省得你找啦 不可思议的晴朗 哦耶 好多的歌 愿意 回忆重现在你我面前 思念这 伤感这 爱的画面像昨天 指尖流走约定 浮现在我眼前 梦缠绕把心寄给 我们还在迟迟的等待 我欠你一个约定 你欠我一个庆幸 就算开始没有过约定 今生还要等候 我换你深情拥抱 还能怎样 就算你换我个眼神 没有你 我怎么去等待 我还在期待你的回望 假装着掩饰着 反而泪流得更快 陷入一阵迷惘 带着遗憾流浪 为了爱遍体零下 那是属于我们的留恋 我欠你一个约定 你欠我一个庆幸 就算开始没有过约定 今生还要等候 我换你深情拥抱 还能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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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换我个眼神 没有你 会怎么去 我欠你一个约定 你欠我一个庆幸 就算你换我个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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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 我怎么去等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